前面的影片已经介绍了导函数的概念 透过导函数可以求出函数在某一点的导数 而导数代表函数在某一点函数值的变化率 例如,一个值点位于s与时间t的关系式为s of t等于2乘以t的三次方加t的二次方 其中t大于等于0 s' of t等于6乘以t的平方加2t代表值点的速度函数 因此可以求值点在t等于20的速度 s' of 2等于28 若我们要进一步探讨值点在t等于2的加速度 因为加速度是速度对时间的变化率 故值点在t等于t0的加速度为 Limit t趋近于t0 t-t0分之s' of t-s' of t0 等于函数s' of t在t等于t0的导数 因此可求速度函数s' of t等于6乘以t平方加上2t的导函数 s' of t的prime等于12t加2 这个函数就是值点的加速度函数 所以值点在t等于2的加速度为12乘以2加2等于26 上述的过程相对于s' of t来说 s' of t是将s' of t为分一次 而s' of t的prime则是将s' of t为分两次 我们会用符号s' of t来表示s' of t的prime 即s' of t等于s' of t的导函数 而我们称s' of t与s' of t分别为s' of t的一阶导函数 与二阶导函数 这阶导函数就是本部影片要探讨的高阶导函数 探讨高阶导函数前先做个练习 设函数f of x等于2x三次方减4x平方加5x减6 第一题是求f' of x 第二题是求f' of 2的值 设f' of x为可为分函数 求诸导函数f' of x之后 若f' of x还是可为分函数 那么可以继续对f' of x为分 我们称f' of x的导函数为f' of x的二阶导函数 计为f' of x 而f' of x则称为一阶导函数 上述过程也可以用在二阶导函数f' of x上 f' of x的导函数为f' of x的三阶导函数 计为f' of x 以此类推 可以定义f' of x的N阶导函数 计为f' of x的N阶导函数 相对的f' of a f' of a f' of a 则可以称为f' of x在x等于a的 一阶、二阶与三阶导数 我们举个例题来说明 令f' of x等于x四次方减2x三次方加x平方减7x加1 则f' of x等于4x三次方减6x平方加2x减7 f' of x等于12x平方减12x加2 利用二阶导函数可以求得f' of x在x等于1的二阶导数 f' of 1等于12-12加2等于2 之前高一的影片中 我们曾利用综合出法将多项式f' of x表示成x减a的多项式 例如三次多项式f' of x可以用综合出法表成f' of x等于p乘以括号x减a的三次方 加q乘以括号x减a的平方加r乘以括号x减a加s 所以f' of x等于3p乘以括号x减a的平方加2q乘以括号x减a加r f' of x等于3乘以2乘以p乘以括号x减a加2乘以1乘以q f' of x等于3乘以2乘以1乘以p 将x等于a带入f' of x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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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x 可得s等于f' of a r等于f' of a 2的阶层乘以q等于f' of a 3的阶层乘以p等于f' of a 因此f of x化成x减a的多项式后 细数pqr可以用f of x的三阶二阶一阶在x等于a的导数来表示 即p等于3阶层分支f' of a q等于2阶层分支f' of a r等于f' of a 且s等于f of a 事实上若将n次多项式函数f of x 表称x减a的多项式 另f of x等于an乘以括号x减a的n次方 加an-1乘以括号x减a的n-1次方 一直加到a1乘以括号x减a加a0 那么我们可以用f of x在x等于a的高阶导数 来表示细数an an-1一直到a1 这个部分的探讨本影片就不详佳说明 之前高一的影片中 我们曾学习利用综合出法将多项式f of x 表为x减a的多项式 根据前面的做法 我们可以使用高阶导数来表示 x减a多项式的系数 我们举例来说明 设f of x等于3x三次方减2x平方 加8x减4 化成x减2的多项式如下 f of x等于a乘以括号x减2的三次方 加b乘以括号x减2的平方 加c乘以括号x减2加d 试求系数a b c d 解答 我们求f of x的一阶二阶与三阶导数 f prime of x等于3a乘括号x减2的平方 加2b乘括号x减2加c 等于9x平方减4x加8 f double prime of x等于6a乘括号x减2加2b等于18x减4 f triple prime of x等于6a等于18 因此我们可以求得系数a b c d d等于f of 2等于28 c等于f prime of 2等于36 2b等于f double prime of 2等于32b等于16 6a等于f triple prime of 2等于18a等于3 所以系数a等于3b等于16c等于36d等于28 故f of x化成x减2的多项式为 f of x等于3乘以括号x减2的三次方 加16乘以括号x减2的平方 加36乘以x减2加28 我们将前面讨论的结果整理如下 1.设函数f of x为可微分函数 若f prime of x是可微分函数 则f prime of x的导函数为f of x的二阶导函数 即为f double prime of x 若f double prime of x是可微分函数 则f double prime of x的导函数 f double prime of x的prime为f of x的三阶导函数 即为f triple prime of x 若 f 的 n 减 1 阶导函数是可为分函数 则定义 f 的 n 减 1 阶导函数的导函数 为 f 的 n 阶导函数 即为 f 的 n 阶导函数 二 三次多项式 f 可以表成 f 等于 p 乘以括号 x 减 a 的三次方 加 q 乘以括号 x 减 a 的平方 加 r 乘以括号 x 减 a 加 s 细数 p, q, r, s 可以用 f 的 x 在 x 等于 a 的高阶导数表示如下 p 等于三阶层分之 f' of a q 等于 2 的阶层分之 f' of a r 等于 f' of a 且细数 s 等于 f of a 根据前面影片的探讨 请同学思考以下问题 若将 n 次多项式函数 f of x 表称 x 减 a 的多项式 f of x 等于 an 乘以括号 x 减 a 的 n 次方 加 an 减 1 乘以括号 x 减 a 的 n 次方 一直加到 a 1 乘以括号 x 减 a 加 a 0 同学可以仿照影片中的方法 思考并推导并推导 x 减 a 括号 x 减 a 括号 k 次方的系数 a k 与 f of x 在 x 等于 a 的 k 阶导数之关系 解答 解答 铅 护 钱